大家好,我是Layan哥 最近在阿虎財經有篇文章 叫做《一泡衰三代》 其實這篇文章想跟大家講解 因為幾天都是忙,所以沒有講解 今天有些時間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以前的人說有間鋪位 叫《一泡養三代》 但這篇文章叫《一泡衰三代》 我還加了少少東西進去 是不止《一泡衰三代》 是做業主的慘過做契弟 為何我要加這句 因為我看完他認識的朋友 都是一個業主 又不用供 所以很早年已經供了 現在都怕沒有租客心 怕膽調 究竟是否真的這樣呢? 待會跟大家聊一聊 好了,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的請幫忙訂閱 請贊同及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忙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的幫忙 有很快的創作者叫Lyris 他認識的收租佬比我認識的更加慘 可能更慘 比現在正在賣店的店 我們看看他的文章 究竟他的朋友怎樣慘 他就說 跟一位富貴的收租佬的吹水 電話傳來的聲線有點震抖 問這個富貴收租佬怎麼了 原來這個收租佬說 在五爺夢迴的時候 他就發了一個惡夢 他發了一個惡夢 就是租客在這裡退租 他說他的朋友是一個極保守的收租佬 整個磚頭吃幾袋都吃不完 但仍然危機感極高 他說這個朋友租在通關之前 已經是面對現實了 例如去一間銅鑼灣波斯庫街的地鋪 高峰期的時候租給了一間標行 當時的月租就是60萬元 疫情的時候 這個租客就蓋期退租了 當時就找到一個運動用品的租客 租金一批就批到6萬元 但誰知道這個運動用品的租客 玩一年都頂不住退租了 他說他今年再肯批租 兼有三個月的免租期 才找到一個新租客 月租只有75000元 而他的朋友在上環有另一個內街店 一直以5萬元租給了一間零食的租客 後來市房不浪費 就減至2萬8萬元 希望這個租客能捱得住 在這裏說了兩個租客 一個租客是標普 60萬元 接著租給運動用品租客 短租 變成6萬元 接著長租就75萬元 我覺得這個店舖減了太多租 通常現在是2成左右 和高峰期 高峰期60萬元 現在應該租到12萬至15萬 但現在只租到75萬元 即是十多個% 我覺得這個案件可能有些作用 稍後看看後面 大家會看到 為何他作用的機會很大 整篇文章都是作用的 接著到第二個店舖 由5萬元到28萬元 這個都合理的 這個反而是合理的 好,我們繼續看 他說難怪他朋友自嘲 他說做業主比做混蛋 他說現在的經濟環境 必須拿著兩個宗子 一個宗子就是宗派的宗 即是密宗的宗 第二個宗子就是宗家的宗 拿著兩個宗子做生意 就是要在街坊間 益食家的思維 好像經營兩宗飯就怎樣了 否則沒有生存這個能力 這位的收租工非常貼事 知道有非上市的商巡 大業主為求租人 撐住商巡 只管收管理費和集費 所以吾脚餘就假了 繼續說 疫情爆發起 香港熬了超過3.08個月 坐在這裡等事到好 仍然發春秋大霧 倒不如面對現實 劈租搶客 跟坊間有一些言論 指業主加租 會令到店鋪倒閉 就大有出入 他說其實業主均勒 都要先照鏡 他說這位朋友的物業 全部沒有按揭 而且持續了幾十年 基本上沒有成本 租得出去 起碼抵銷和集費 如果在高峰期 即是2017或2018年 前後摸頂入市的業主 分分鐘由本來一鋪養三袋 就輪為一鋪衰三袋 即是這個作者的標題 租金就沒有回到差不多的優質 又如何向借錢的銀行交代呢 所以連軟丟空 都不肯減租 也有業主怕減租之後 加不回 也將舖位丟空 他一開始就說 他的朋友就做了一個夢 就夢見租客退租 很傲老 但問題呢 如果他真的這麼便宜 買回來 他說買了幾十年 其實整本都便宜了 那他是不是真的 會這麼在意租客退租呢 退租沒找過別人 是租金高還是低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他是不對的 第二點我懷疑他做的呢 就是因為他說他的老友 所有的店舖都沒有成本 即是沒有按揭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成本 那如果他沒有按揭 只是買了很久 那這個朋友的年紀 不是很小 應該都很大年紀 我猜應該去到八十歲 七、八十歲 那你七、八十歲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交棒 其實應該在管理他的子女 就不是這個老人家 那如果真的交棒 但給子女 根本是在享福 他又不理那麼多 因為我也認識 有幾個老人家 交了棒給子女 那一個可以跟你說一下 真的很有趣 有一個朋友就是 他是一個兒子一個女 即是交了給子女 但他又雖然 就是沒有明確 即是分明 例如工商店 可能是女館 接著其他那些的制館 他就沒有明確 那就很亂 即是一些子女 一些又管了舖 一些又管下舖 我打算下一個出賣朋友 就說一說老人家 交給子女 因為我認識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 當然 她的兒子 應該是很萬錢重 而在一身 可惜一下下 就被她的家具按住 我們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富豪的下一代 如何鬥 先講一些文 所以從這兩點 我覺得這個作者 整篇文章都是作的 第一 不會因為 收費少了 減了 又怕租客退租 而你睡不著 因為你已經是老人家 你以前很便宜 買回來 你也是收租 所有成本都收回 第二 以她的年紀 應該交了棚 所以如果她說她認識 下面第二代 如何管理 我就相信 但她說她認識 老人家 老人家還勞心勞力 看看哪一間店有租收 哪一間店減多少 我就不相信 因為以這個老人家的年紀 其實都沒有精力 去管理這麼多 應該就交了棚 這個作者還有一段 不過還有一段 我覺得是來一題 所以我就 或者說少少 後面也不說 她說 80年代 這個日本 曾因這個資產價格 這個泡沫 出現過 就是一層樓供三代的庫房 她說 現在那個香港樓價 還未跌完 你看看 詳實現在 在這個臭小子 減價買新盤 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她這篇文章 就很 作出 還有 最後那段 都很牽強 就是 你一舖養三代 或者一舖衰三代 跟這個日本樓 一層樓 你三代人供 其實是沒有關係 其實鋪位的業主 其實我認識的 都是比較老一輩 當然 認識的太子仔 就比較特別 我一直認識的 都是比較老一輩 那些炒家 大家知不知道 最近我聽到最多 是什麼消息 就是 誰已經離開 誰已經離開 可能 年紀比較大 就開始多些 這樣的經驗 就是 你 一個月後 有人通知你 誰已經離開 當然 這些老一輩的老人家 走之前 一定是交叛 所以我對這位作者的寫法 有點保留 你也寫到 你的朋友 買了一個店舖幾十年 即是 年紀不會小 這個年紀 還是不是這麼關心 哪一層樓 出片 都捉不出呢 其實都很近 健康 也有回到 差不多 真的差了 怎麼會這麼上心呢 這篇文章 在Yahoo Finance 如果大家找不到 打這個 一抱衰三代 就出來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原文 有觀眾 想我評論一下 李根興新的基金 應該是否百利息 你借錢給他 然後 放在 康業 附屬的財務公司 再借錢 那問我怎麼看這個 其實就 我就很尷尬 在這裏 跟大家說 就是 買還是不買的 那我打算 怎麼說 遲些我想 我都會開個Patreon 大家進來 我就會有些炒假消息 還有 我會想 有些評論 我會在裏面說 因為裏面說 我講了 就算他進來聽 我也沒有這麼尷尬 不會說 所有東西都公開了 因為公開了 不知道是否正確 所以在Patreon裡面說 就比較私人 那你只要進來聽 是不關我的事 你還要給錢進來聽 現在不是免費 我放在Youtube 如果全球人都看到 說話不對 就好像有些問題 所以 有些不太肯定的東西 或者是有些 比較秘密的東西 就在Patreon裡面說 會比較好些 至於想去英國的朋友 就不要再在WhatsApp問我 就是拿電子書 第一冊第二冊 那我Patreon搞定 我會把第一冊第二冊 放在Patreon裡面 那你們自己進去 就可以下載 因為第一冊 我應該發出千多本 即是有千多人問過 如果第二冊 也有千多人問過 我就會發出 不如我把兩冊 放在Patreon裡面 你們進來之後 就自己下載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就會有一個 出賣朋友系列 今次就說一個 太子仔 就像這個案子一樣 但老人家 就很早買了一些 舖位 他不知不是舖位 他連酒店也有 他在酒店 就自己買地盤回來自己建 有酒店 有住宅 有舖位 在大陸還有廠 我稍後會跟大家說 我是認識第二代 反而他爸爸就不認識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 拜拜 好